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烏龜 阿伯在 網路上 墊了兩隻 西非側景龜 現在馬上打開來看一下 小西非側景 趕快 好 來看一下 抓出來看 光源有點不夠 來這是 第一隻 小師的西非側景 表情很逗趣喔 有點 微笑的感覺有沒有 看他表情 好這第一隻然後這邊有另一隻 我被買了兩隻 來這第二隻 兩隻的表情都很逗趣 老笑兮兮的 很 賊的在看著 來這他的副甲的花紋喔大概這個樣子喔有些個體的花紋然後黑色的地方會 比較少 白色的地方會比較多 好每一隻個體不同 背甲是這樣子 深咖啡色 背甲就是深咖啡色的 好這兩隻不知道是不是 剛好是一對呢 摸起來 左邊這一隻 負甲有點微凹 那右邊這一隻稍微比較平一點 沒那麼凹 好 阿拉伯當時是店家是 拿花紋給我挑啦 我是隨便挑 好那側頸龜為什麼叫側頸龜 是因為他的 他們的頭部啊 沒辦法像一般的烏龜會可以直接 縮進去殼裡面 他是用 歪到一邊 你可以看到他現在就是 受到驚嚇的時候 他的頭是歪到側面去的 他不像一般的烏龜是縮進去 所以他叫側頸龜 那這一類的烏龜的品種還蠻多的 很容易你就可以在一些寵物市場 找到你 喜歡的品種 那這個 西非側頸龜另外一個好玩的地方是他的 背甲 腹甲 前面這一塊 他頭部稍微縮進去的時候 他會有點 上翹會蓋起來 蓋一下 我稍微碰他一下 有沒有 他這個 腹甲的前半段 有點像那種 香龜 香龜 香龜最著名就是說 他頭 腳伸進去之後 他的殼啊 會完全閉合 香龜 有一種 半路深的那種龜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概念 他叫香龜 就是因為他 頭腳 縮進去之後 他可以完全蓋住 所以叫做 香龜 箱子的箱 好 那這種側頸 也有那麼一點點的 像香龜的那一種 腹甲的效果 大家只有前半部 後半部應該是沒有 後半部沒有 沒辦法完全蓋起來 他就 頭部這個 前面這裡 頭稍微縮進去的時候 會稍微 上翹一點 這裡 好那這種西非側頸的話 飼養上不困難啦 他是比較偏向 一般側頸龜的話都是比較偏向 水漆 水漆的 側頸龜 側頸龜 比較偏向水漆的種類會比較多啦 幾乎都是比較偏水漆 他比較 少說會 上一般的紫耳龜比較 常會待在 陸地上曬太陽 他會比較常待在水裡面 他這個烏龜還蠻溫和的 他不會像有一些像巴西龜有沒有 小隻的巴西龜 那我們去抓他的時候 他可能會想要咬你喔 那這種側頸龜 你還好 不大會有那種動作出現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 先到這邊喔 喜歡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你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再幫我分享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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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